好同学们啊 咱们看一下今天这两个短语 学英语不走弯路啊 来看 大家伙都认识 Leave叫做离开 那现在这个Leave加个借词for之后 是否他们还一样呢 同学们 你先脑子想一下啊 好 咱们先说一下 Leave本身的意思叫离开 是不是啊 而for是个借词啊 弱度叫for 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 为了什么 而你离开为了什么 同学们 你想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通过例子来讲 首先Leave 作为动词叫离开 过去是非常特殊啊 叫Leave Leave作为形容词 还可以叫左边 举例说明 我必须在三天内离开 I have to leave within three days 是吧 I have to leave within three days 你看在三天之内 我必须离开 在这呢 Leave就做了个什么 做了个不及不动词 就离开 它就完了 本意 再看 我现在离开不太合适 It's not a good time for me to leave 是吧 这是个形式主义 引导的一个动词 不定是作为真主义 就离开啊 对于我来说 现在可不是一个好时间 那Leave就是离开 而Leave for的同学们 刚才说了 for啥意思 for是为了啥 那就是你离开 那你就离呗 那只是现在 我有补充说某东西 我离开 或者谁离开 它是为了什么地方而离开 那么这就可以翻译成 动身去哪 因为你动身去哪 一定是先离开某地 然后朝着为了某个地点去了 所以Leave for翻译成动身 动身去 因为动身一定有离开嘛 对不对 好翻译啊 我就要动身去西班牙了 可以说 He's leaving 进行式表将来 He's leaving 其实这就叫他将离开了 只是后面有补充一下 离开往哪去了呀 好 for Spain 就是为了西班牙 所以说就是动身去西班牙了 感受一下啊 好 我要出发到上海 道理一样 I'm leaving for Shanghai 是不是 去上海的 所以说啊 Leave是作为一个不及无动词 叫离开 而Leave for叫动身去 同学们 你学会没有呀 好 我强烈推荐同学们啊 学习我已经录制好了两年啊 通过两年导致出来难过的英语语法系统培训课程 这些课程呢 同学们 有很多同学听到这个语法之后 他就非常迷茫和非常厌恶 同学们 你千万记住啊 语法是唯一一个英语学习过程当中 一个什么模块 就是你无法去抹灭和不面对的模块 因为他是唯一告诉你如何谴责造句 按照什么规则 按照什么公式 才能够造出正确句子的一个课程 从零基础到考研毕业的语法 全部包含了 希望同学们不要给错过 因为你懂了语法之后 你学了单词 学了短语 根据词性 根据公式和位置 你才能够正确的灵活运用 而不学语法 同学们 你学的就是一盘散沙 好 同学们 希望你不要错过 感谢观看